第六十八讲 我们来讲一下母肠身肌 母肠身肌是一块和拇指疼痛 密切相关的肌肉 这块肌肉的辅着点 起点是在飞骨的前方 大概是中间三分之一 位置比较深 因为浅层有进骨前肌 那么往下往内侧走 最后我们来讲一下 指于拇指远端的植骨背侧面 由于它跨过了几个关节 分别是怀关节的前方 直指关节 指尖关节 所以对这几个关节有功能 可以发挥它的背曲怀关节的功能 伸直拇指的直指关节 以及指尖关节 由于到足的内侧 同时这个地方有伸直指指带 来限制这个肌肌 所以收缩的时候 也可以使足做内翻这样的动作 那具体我们来看几个动图 母肠 身肌 可以有背曲怀关节的作用 做内翻 母肠 身肌 可以做内翻 这是外翻了 输缩可以做内翻 伸直 拇指的指尖关节和直指关节 刚才讲的是解剖 第二方面我们来分析一下临床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 斑肌点 那如果母肠身肌在急慢性过度使用以后 造成了斑肌点或者是出发点 可以造成这个肌肉局部的疼痛 以及对应 拇指这个地方疼痛 那么这块肌肉如果形成出发点以后 也可以积热压迫到前方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神经 这个还有一个神经 匪身神经 一模一样会讲 所以这个肌肉还会积热到这个神经 那第二个方面 生物力学分析 刚才我们讲了 这块肌肉位置相对比较深 在颈骨前肌的身面 由于跨过了 怀关节 在前方 所以有背区的作用 背区怀关节 由于跨过了直指关节 有伸直指关节的作用 由于跨过了第一指尖关节 所以有伸拇指的作用 那么它的这个 肌腱走行在怀关节前方 被深肌知识带 所限制 也就是知识带 是在它的浅层 所以这块肌肉收缩的时候 还可以使足 做内翻 所以你会发现 这块肌肉 和颈骨前肌的作用 非常的相似 颈骨前肌 腐着点在这 往下 腐着在第一肢骨底 它也收缩 可以做内翻 怀关节的背区 而颈骨前肌呢 是一块容易薄弱的肌肉 当颈骨前肌 薄弱以后 这个母肠 母肠 颈骨前肌薄弱 母肠身肌 会来带肠 那么结果 这个患者会出现什么 会出现拇指这个地方 走路的时候往上翘 而摩擦到 这个鞋的那边面 会造成这个地方 磨出茧子 甚至会出现疼痛 有这样一个代肠模式 那么是足内翻的 还有其他肌肉 刚才讲了 有颈骨前肌 有母肠 身肌 那其实还有 颈骨后肌 以及内侧 足底的这些肌肉 那么还有 这块肌肉 它最重要的功能 是伸拇指 如果这块肌肉 损伤了 也会造成 它的结抗肌 比如趋 拇指 肌的一些功能障碍 这我们讲 趋肌的时候 会给大家分析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这个结抗 或者叫做交互意志 那第三个 神经思路 母肠 身肌出现问题 一方面可能是这块肌肉 损伤所造成 那么也有可能是支配 这个肌肉的神经 这是什么神经 这是肥总 这是肥浅 这是肥身 那其实 他的神经之辈是肥身神经 肥身神经 从这个地方 发出 发自于肥肿 肥身神经这样走 走在近骨前肌的身面 走在这个 母肠 身肌的浅层 母肠 身肌的浅层 这样往下走行 那么走到这儿 发出肌肢 来支配 这个 这个 母肠 神经 那如果 肥身神经 损伤了 比如他在 这个肥肿的 这个位置的时候 就在这儿 肥股 肥肌 这儿 可以受到 肌热 刚好 可能支配 母肠 身肌的 这个神经 性肌 出现问题 可以造成 它的功能障碍 所以 母肠 身肌 功能障碍 的时候 不要忘了 肥股 肌管 可能是这个地方 有问题 所造成 那当然了 这个 母肠 身肌 本身 也会压迫 损伤以后 也可以压迫 损伤到 这个 肥肾 身肌 第四个方面 是肌膜链的思路 进入前肌 还有其他的 临近的肌肉 其实就 包括 母肠 身肌 往上 和股四头肌 形成肌膜链 股四头肌有问题 也可以造成 母肠身肌的问题 而母肠身肌有问题 也会造成上方的 进入前肌 再往上 股四头肌 功能的站 所以这是 肌膜链 这块肌肉的检查 由于它位置 比较深 所以 我们需要 透过 尤其是在这个地方 需要透过 颈骨 前肌 首先摸到 颈骨前肌 颈肌结合部位 稍微往下一点 在这儿 先出诊 出诊到 这个位置以后 让患者 伸指 伸低 直指关节 指尖关节 来感知 身面的 这个 肌张力 然后接着往下走 可以摸到这个肌腱 可以摸到肌腱 然后抗住 收缩 这块肌肉 可以使 第一 第一 直指关节 以及第一 指尖关节 伸展 同时可以对 怀关节 做背驱 那所以 牵张的话 刚好相反 驱 第一 指尖关节 直指关节 还有怀关节 可以牵张到 这块肌肉 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这块肌肉 整体来讲 比较深 但是 也容易损伤 损伤以后 一 会造成 拇指 这个地方的疼痛 二 由于 很多疼痛 甚至内脏疾病 都会中止于人体的中端 那么这块肌肉 有时候出现问题 可以 造成腰痛 甚至 宽关节的疼痛 所以 我们在 近心端 躯干 或者是 宽关节 这个地方 出现问题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 远端的这块肌肉的 触针检查 和评估 那么我们要了解 这块肌肉的什么 第一 气质点 功能 那第二 如果形成触发点 斑极点 直接造成的就是拇指的疼痛 那第二 生物理学分析 它怎么和其他肌肉配合 怎么和进步前期代偿 那第三个是神经思路 它和肥身神经之间的关系 应该是恶性循环的关系 它可以卡压到肥身神经 肥身神经有问题 也会造成这个肌肉的功能障碍 那最后是筋膜链 那往上 它和古四头肌 联合进步前肌 形成筋膜链 那以上是母肠身肌的内容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